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董事长 他 他叫什么名字 陈护生 妈 你这怎么了 上哪儿不舒服啊 没有 没有 刚才 没有 妈就是想回老家了 要不我带您去一趟医院检查一下 不用 不用 妈 身体好着 在老家还可以爬树打核桃呢 没事 妈真的没事 就是想回家了 这怎么突然间就想家了 我出来好几个月了 想回家了 妈 妈 有儿子的地方 那就是您的家 儿子 这不一样的 再过几年啊 你也该有自己的小家了 妈总不能陪你一辈子 你聪明能干 看 将来一定能在大城市扎下根来 可妈在这里不习惯 这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 可是没有一间屋是咱自己的 这里人山人海 可没有人跟妈说话 这吃得再好吧 我总感觉没有咱自己争的磨香 妈是真的想回家了 行 想一下咱就回去 待够了再回来 好吗 好 妈 你打算哪天走我去送你 我想明天就走 正解 好了好了 别送了 您回去吧 我知道怎么进去的 阿姨 那您到了大厦 您可千万保重身体 那边寒气特别重 我给您买的护肌 就放在这包里 您千万记得穿啊 好 要下等啊 好 谢谢您啊 小雨 还专程来送我 阿姨 您太客气了 我跟腾飞是好朋友 来送送您是应该的 那您跟腾飞说会儿话 我去看看检票了吗 好好好 多好的闺女啊 也不知道谁家的孩子 能有这个夫妻 帮我给我 歇会儿 腾飞啊 我心里还是不踏实 那个姓叶的副总见了你呢 总是跟你称兄道弟的 可是我感觉他背地里 没有把你当朋友 还和老板嘀嘀咕咕的 要不你别在这里上班了 换一家公司行吗 妈 现在本来找工作就难 找一个自己喜欢就更难了 你放心啊 我心里有说 还有 你跟你的好朋友余彭月 是不是闹矛盾了 谁跟你说的 那还用说吗 以前你一提到他 就眉飞色不得说个没完 把他当做亲兄弟一样 可是我这回来 你没有主动跟我提起他 也没有带我去见他呀 最近大家都忙嘛 再忙也不能丢了情分呀 是吧 他可是你大学里的真朋友 不像现在公司里认识的那些人 那不一样的 妈 你放心 你儿子不是无情无意之人 妈知道 你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你们之间肯定有什么误会 你这个男子汉 就该承担起责任了 就算之前做错了什么 也不要紧 认个错没有什么 有什么大不了的 听妈的话 跟你的朋友聊一聊 把你的真朋友找回来 阿姨 一路顺方 妈 那个行李在下边 你走着别忘拿了啊 静鸭片记得还是吃啊 妈 我不要紧 你还能够给了自己的寿司 我可以沉着快 你去买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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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没能留住我妈 要让自己一个人回去了 她有自己的想法 做儿女的 还是顺着老人家的心意来吧 我这么一想 我们这些北漂啊 真是挺可怕的 怎么可怕的 你想啊 哪个北漂 不是把您迈的父母 丢在老家里 一年到头回家的次数 比后鸟千禧还少 有媒体曾经统计过 如果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北漂 一年回家一次的频率 来计算的话 那这辈子还能见到 父母的时间 也就剩一个月了 也就剩一个月了 这么一想啊 我们这北漂心真狠 要是家乡能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谁愿意背景离乡呀 大家也都是身不由己 好在现在网络发达了 好在现在网络发达了 想念佳人就可以 打个电话视频一下 总比之前三年五载的 都得要无硬心地强 一根网线 哪能承载得起 尽情地去吃啊 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总不能隔三差五地 就买机票火车票往家赶吧 就算有那个签 也没有那个时间呀 家家有本难念的签 北漂的签最难念 是啊 一方面呢 还是想拼一把 能努力 但是又不舍得 大城市的机会和事业 另一方面 受限于大城市的 高昂生活成本 没法把他们接来啊 这么一想 我们当年要做那个 虚拟办公室项目 还真挺有需求的 停车 出什么事了 我忽然想起点事 我得回公司一趟 什么事这么着急 就是工作上的事 不好意思啊 那我先走了啊 我送你吧 不用不用我打车就行 我去走 余彭卫 少爷说你怎么回来了 我想到办法了 我想到让咱们公司 撑下去的办法了 笑语 大悦 这是今天收到的辞职信 陈东老师啊 嗯 大家都在呢 不用站起来 坐吧 嗯 我跟大家宣布一下 从明天开始 大家不用来公司上班的 啊 别紧张 我不是要解散公司 而是让大家 今后在家里办公 在家办公 没错 回家办公 这段时间公司的发展 确实遇到了瓶颈 我相信很多人都以为 我要解散公司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只要我与朋友 还有一口气 我就相信自己 不会失败 我一定能有 昨天 王总跟我提了一个 大胆又冒险的建议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很多老员工都知道 公司启动过一段时间 虚拟办公室的项目 虽然只是一个半程度 但是对于咱们 这样一个小团队来说 足以够用 我会给大家配备好设备 公司的电脑 你们也可以拿回家 中间产生的各种费用 公司全部保销 我知道 可能这种办公方式 大家还不习惯 不过等习惯了 我想你们会喜欢 这种办公方 下面让周总 给大家演示一下 来看一下这个眼镜 好 好 好 这 这怎么又玩 可以 可以吗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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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余风月 居然会使出这一周 你说我算不算这是做紧自缚 这个 但是不要紧 就算是他拿虚拟办公室的项目再拖一拖 也到了该了解的时候 你去发一篇新闻通稿 标题是 美票房客网官们在寄 记者探访公司办公室 发现空无一人 不是 老大 你这么做不是把他欲往死里逼吗 再怎么说他也是咱们兄弟啊 你当初叫我跟你离开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说 只是让他长长教训帮助他悔改 怎么现在还赶紧杀绝了呢 你没听过那句话吗 置之死地而后生 再说咱们拿他当兄弟 他能怎么当什么 你别忘了 咱俩是因为什么离开要逼的 都是他逼的 这可是我觉得你的事 别可是了 这个时候不能动摇 否则就前功尽弃了 别挡我时间 赶紧你去联系媒体 把稿子发了 好 什么呀 面包入住 这 这里边认不他 我露我眼睛 好 bien 好 好 好 你没跟我看完这样吗 就因为之前咱们在会议室那点分析 你是你 我是我 那你就继续一个人反倒 继续一个人张集你的公司 你能不能别老一样 在这儿自然用这种方式炒作 一次两次还行 这招永度了 早晚会影响公司的生命 造谣言 散补贴 不停地炒作 不停地影响自己 你早已经偏离了自己的证明 余光源 你还记得 你创立北漂房客网时候的出行吗 当初还说这种手段咱们少用 看来是他用不需要 只看来是他用不需要 只看来是他用不需要的 知秋啊 你说 之前我们是不是多虑了 照现在这个样子 李腾飞确实是把 于鹏月再往死里逼啊 进 陈老 叶总 你来得正好 我让你打听这事办得怎么样了 已经打听清楚了 我就来汇报这事了 于鹏月那公司啊 现在已经办公了 而且他那房子也退租了 确定吗 确定 于鹏月这次是前驴继穷 述手就勤了 不过 不过什么 说 不过于鹏月好像没解散公司 他让员工都在家办公 叫 虚拟办公 虚拟办公 叶总 论坛 论坛置顶付费的项目 陈老 你也在 陈飞 我正想问你 于鹏月的那个虚拟办公 到底是怎么回事 跟你当初 在创业大赛上的那个项目 有什么关系吗 是这样的 自从大赛之后 我也觉得那项目太过超前 所以就把它送给于鹏月了 是 后来听说他做了一些完善 具体完善和什么样子 我也不认清楚 没想到他拿出来就上了 李登飞 你这是公然自敌 行了 现在不是相互指责的时候 再说 于鹏月的虚拟办公 也没那么可怕 先不说技术问题 但从心理的角度上说 员工在一起办公 有一种天然的凝聚力和集体感 在家里办公就很难有用 换句话说 用了这种东西 对我更洪散 看来他已经是孤注一掷了 唐飞啊 抓紧时间想成对策 不要犹豫 趁他病 要他命 缺 Melissa 我已经要把下面人去应队了 那就好 行 你们先忙 我先走了 行了 我送送您 李总 您在这等我一下 陈老 您还在犹豫上了 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这一看就是他们相互勾结 迷惑我们的 是 两面上看 他们假意遣散员工 做出一副虚弱不堪的样子 可实际上呢 是通过虚拟办公室项目 节约成本 积攒实力 以图通三再起 最关键的是 这个虚拟办公室项目 原来还是李腾飞的呀 他们俩这个阴谋 是晚上定定的事实啊 陈老 现在下结论得为时过分 不管怎么说 余鹏月已经被逼到这一步了 想翻身已经很难了 如果他们俩真的勾结的话 没必要把这苦情戏 演到这一顿上 找个时机 把公司卖给我就好了 就算他们俩早有余 也在我的掌控之中 这瞧 你要沉住气 越是这种时候 就要看谁更有能耐气 主任 我们坐这儿吧 谢谢你啊 周妍 带我来这么好的地方吃饭 你们好 请问二位想吃点什么 哦 等一下再点 请不要打扰我们 谢谢 好吧 嗯 前两天 你不是一直问我卖股份的是吗 这两天怎么不问了 我 呃 她们 她们 你她们一直这么看着吗 还想骗我吗 我当然没有骗你了 你还想骗我吗 周远 你听我说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的 我那天给你打电话 就想把所有真相都告诉你 那些人真的不是我找的 真的是夜之丑逼我这么做的 我真的不行了 我没有办法 我求你相信我 我多么希望相信你 你不相信我 谢谢你 让我不再犹豫 不管怎么样 感谢你这么多年的陪伴 让我走出了曾经的懵度 也让我第一次认识到了 这个实际的残酷 让我真正认识到了 什么是爱 什么是怜悯 赵妍 求求你 相信我 再相信我最后一次 我一直都相信你 相信你却迫不得已 可是就算我相信你 然后呢 你 从你跟我说分手那天起 我就没有再喜欢过你 不管你 用何种方式欺骗我 我对你 始终只有怜悯和同情 我对你 在我心里 爱的那一部分 已经比另外一个人占据了 这些年来 我犯了很多错误 最大的错误就是企图唤醒一个 装睡的人 如果我能早一点醒悟过来 也许这一切 都不会发生 真是 谁能怪我醒不太晚 不是的 周远 不是的 你听我说 霏霏 再见了 我们彻底结束了 我要去找那个我真正爱的人 我相信 他一定会等我 庄严 你不要走 我不要走 好不好 是 我不要走 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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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走 我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谁啊 十五号 子珊 我有话对你说 来了 子 子珊 我 我 有什么话你说吧 我 我 我 就是 我 我 那你想好再说吧 不是 子珊 我 我 那个 我 子珊 你开门啊 我 我那个 子珊 大中午的 嚷嚷什么呢 人家都不愿意见你 你就别在这儿瞎耽误时间了 赶紧走吧 我这还睡觉呢 对不起啊 我 不是故意的 我真对不起啊 我 子珊 我 子珊 我 我明天再来 那我先走了 那我先走了 这是个笔蛋 你别在那儿安生叹气的 多大的事啊 你想想 谁受了委屈不得发个火啊 告诉你 这女孩子就得火 一遍不行两遍 两遍不行三遍 对 你 是吧 不是 对什么对 赶紧干活去 你们说时间早就过了 告诉你啊 干不完的话扣你公司 快去 这不能态度好点啊 蔡真妹妹是我错了 你快去干活去吧 你那么可爱的话 工作一定认真努力 加油 你是最棒的萌萌打 这还差不多 这高手 高什么手高手 没听我说完呢 好 童谣哥哥 大家已经准备好开会了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上班的时候叫我余总 余总 余总 在家里这么叫 好奇怪 没事 严肃点 给你上班去 明天晚上 别低一点了啊 开工了 各位 咱们第一次虚拟办公室会议现在开始 今天咱们讨论的是 北漂深厚网新推出的论坛收费置顶功能 我这里有一份资料 大家先看一下 那我们很喜欢的资料 通过这些大数据来看 咱们的竞争对手 在开发盈利模式方面 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 我这里有一张图片 前一段时间 大家的工作都非常地辛苦 也非常地努力 尤其是张宏他们组负责的 论坛置顶付费系统的上线 不但为公司增加了收入 更重要的是 让竞争对手一贯宣称的 我们只会抄袭的谎言 不公自破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保持这种势头 给对手更大的压力 关于咱们和移动营营商 联合推出的异地亲情套餐活动 大家还有什么建议吗 没有了 宇总 我也没有 我们这次活动的名称叫做 帮咱看看咱爸咱妈 大家都知道 北漂是来自于祖国的天南海北 除了放长假 真的是很难有机会 能够回到家里去 所以我们这次活动的理念就是 招募那些 出差或者出门旅游的北漂们 让他们在出行的同时 帮助那些 家本身就在出行地的北漂们 回家看看 吕总 北漂生活网那边 在跟咱们学怎么办呢 放心 这次活动时间很短 等他们反应过来 咱们已经结束了 可他们以后照办怎么办呢 这种事咱们谁也挡不住 只有我们开动脑筋想出更多 更好的办法才行 帮他们给父母烧点东西 或者是陪父母吃一顿饭 传递一种老无老 以吉人治老的社会正能量 下面活动的具体细节 就请杨总交代一下 余总 我知道我这么做的确有点落井下石 可家里面实在是 家里面有点接受不了是吧 您不知道我妈 从小就讨厌我玩电脑游戏 本来三番最够还好点 这一在家上班 每天戴着个威力眼镜 我妈就总觉得我是不务正业 不务正业还能每个月发工资 我跟她也是这么说的 可我妈说 她说什么 我妈说 连办公室都租不起的公司 没有什么前途 别看现在发工资 准备定拿着就没了 这是你妈妈想说的 还是你想说的 我 大风 你也是公司老员工嘛 你就真的对公司 对我这么不信任吗 余总 我们和您不一样 您可能觉得眼前是小事一桩 挺一挺就过去的 可对我们来说 这就是一件大事 人生大事 现在公司就剩五个员工了 晚上还是不见喜色 听说连个广告客户都没有 就更别提什么其他收入了 到这种情况了 您还发我们工资 我们真的打心眼里赶进你 可您还能挺多久啊 我们确实不会自己着想 也得为您着想 可大风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 如果你还相信我的话 就再坚持三个月 三个月就够了 我到时候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余总 我 真没想到 大风那边已经止不下去了 不怪我 说实话能挺到现在 我已经出乎预料了 再这样下去不行啊 你发现没有了 这段时间 老大那边的活动 是一个接一个 而且都是原创的 之前网友们 还嘲笑他们是山寨货 和现在几乎没人这么说了 我觉得老大那边 好像干得越来越顺手了 这次是我的错误 我千算万算 算到了飞飞骗你卖股份 是首叶之秋所使 我算到了李腾飞 对我的迷魂症 一定会持谨慎的态度 我算到了叶之秋 一定会在陈呼声面前 摆弄是非 把李腾飞对我的这种 谨慎态度拟有俱诚 我们俩之间勾结 我算到了陈呼声 会对我放手的种种迷雾 会对李腾飞产生怀疑 但我却没有算到 陈呼声这个老狐狸 这么狡诈 居然到了现在 还敢让李腾飞去干 对 要不然咱们 周远 再给我点时间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想出办法 对付他们 一定的 一定的 这个给你 是什么呀 我跟小雨把车卖了 虽然钱不多 可能顶一阵 小雨怕你不肯收 所以托我一起给你 我以为你应有辞职 你傻我一定 大雨 其实 我觉得小雨对你是真的特别的 周远 别说了 爸 其实我心里痛快了 谢谢 谢谢啊 孙总 是我 大宇 好嘞 没问题 没问题 马上到 马上到 好嘞 拜拜 怎么了 孙总女朋友过生日 让咱们俩过去喝两杯 臭小子 最近 怎么天天回家睡啊 什么意思 老杨 拿话点我呢 耽误你正事了 耽误爸大事了 哎呀 大宇啊 他们把办公室退了 现在在家办公呢 我在这住吧 怕他们不自责 那 那 那你们老大呢 老大也搬出去的啊 他妈之前不是来北方了吗 租了个房子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回老家了 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的 他就上那儿住去了 你们 还打算不打算回去了 我当然想回去啊 但是当初老大的意思是说吧 只要大于能够认输 能纠正自己的错误 我们就能回去了 来 这儿 就能分出输赢了吧 哎呀 徐旺试吧 还跟你说实话啊 大于现在挺难的 真的 他现在没有任何退路 我是想出任何他能翻身的办法 我跟你说现在办公室就八个人了 我都不知道他现在坚持什么呢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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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劲了吧 一块儿都不给爸留是吧 吃点肉 吃点素 天天坐这么长时间 吃肉 吃肉 别来盈盈盈 吃吧 晚上吃什么好呢 糖醋里肌好了 彭月哥哥喜欢三甜的味道 再炒一个他喜欢的呛炒圆斑菜 汤呢 西红柿鸡蛋汤 这个做起来最快的 就你了 喂 你好 我想要一份呛炒圆斑菜 还有 好 彭月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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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在给你点你最喜欢吃的呢 有炒炒圆斑菜还有 不用了 一会儿我跟周元出去见个客户 就不在家吃了 我 我这头垫了 谢谢啊 喂 喂 说话 你到底要什么 就一个圆白菜 催什么催啊 要一桌满汉全席 给我送故宫里去 一点都不尊重我们女人的劳动成果 是哪儿要请咱们吃饭啊 这哪儿要请咱们吃饭啊 饭别认让咱们买单来啊 算了 我带你去个地方 这顿饭没吃好 趁热再喝两杯 哪儿啊 到了你就知道了 走 嗯 嗯 嗯 来点儿来 我们跟手啊 哎呀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吃吃吃 来来来 吃吃吃吃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快点 来来来来来 不要你们俩上伞我们俩 你不认识咋样啊 咱们好久没来这儿了 是啊 自从公司有点规模 就很少过来了 来一点来 不分手啊 哎呀 来来来 吃吃吃 吃吃吃 不要你们俩上伞我们的 没太久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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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拓 十 中 五 来 喝酒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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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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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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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没干 没干啊 再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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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带这样的啊 不带这样的 不带这样的 这块已经没有 没有 没有 没人呢 好啊 来 来 来 好像没地儿了 有地方 小总 慢点 好好好 慢点 那好啊 感谢你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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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消息啊 好 慢走啊 小总 慢走啊 老子 咱们要不要换一家协议饭店 为什么 这不挺好的吗 吃腻了呗 每次在这儿吃饭都吃不饱 回去还得加点方便 说吧 说吧 想吃什么 带你去加个餐 要不咱俩去滑油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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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吃到这个 庞子吧 谢谢大家